8月4日,羽毛球市锦赛半决赛开打,在女单焦点站中,国语唯一晋级的和冰胶挑战两届赛会冠军以及里约奥运会冠军,西班牙名将马林。 结果和冰胶在先生一局的情况下,连丢两局惨犯迷转,一比二出局无缘决赛,三局比分为21比13,16比21,3比21,随着和冰胶的出局,国语女单已经全军覆没,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,国语已经连续四年无缘市锦赛,奥运会决赛,此次市锦赛,国语五个单项中, 只有女单一项没有获得满额,最终只有陈宇飞,和冰胶以及陈小新三运出战,随着比赛的进行。 故早的内战中,陈小新不敌陈宇飞,把乔中国语占据两个席位,在昨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,和冰胶和陈宇飞分别挑战世界第一代资颖和日本一锦山口气,结果真遭遇了三局苦战,而笑到最后的却只有和冰胶, 他先搬了布拜女王,让国语士气打阵,甚至看到了冲击冠军的希望,而今日与马林一战,和冰胶在前两局几乎重演了与戴茨引力一战,首局一路领先,并最终获胜战的先机。 结果第二局像是突然换了个人似的,大笔分落后,直直落败,进入到全胜局,和冰胶却没有了前一日的霸气和韧劲,第二局的颓势延续到了全胜局,最终惨败就不可避免了。 从和冰胶的脸上能够看出,他确实是尽力了,连续几日的三局三战,让体能本就不充沛的他消耗太大。 中国女单在世锦赛大赛中的刚好现状,其实从2013年就开始了,李雪瑞连续两年杀入决赛,但都未能取胜,错失冠军,也开始了女单无怪的序幕。 而从2015年开始,国语女单甚至都无缘决赛,更别谈冲击冠军了,包括2016年李月奥运会,女单也同样无缘决赛,去年是锦赛陈宇飞只不办决赛,再到今年和冰胶同样只不办决赛,国语已经连续六年无缘冠军,再四年无缘决赛,照国语当前的现状,这样的刚好现状恐怕会持续延续。